出埃及记第3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好像先前的一样 我要把先前写在你摔碎了的石板上的字 写在这两块石板上 早晨之前你要预备好了 到早晨的时候 你要上到西内山来 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准同你一起上来 整个山都不准有人出现 也不准牛羊在这山前吃草 摩西就凿了两块石板 好像先前的一样 他一凿起来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上到西内山去 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 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一定要清除罪 追逃罪孽 自父 己子 至孙 直到三四代 摩西吉蒙 俯首在地 敬拜 说 主啊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我主与我们同行 因为这是硬着景象的人民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 和我们的罪恶 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 看呢 我要立约 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 做奇妙的事 是在全地万国中 没有行过的 在你四周的万民 都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 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吩咐你的 你勿要遵守 看呢 我要把亚摩利人 迦南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从你面前赶逐出去 你要小心 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 立约 恐怕这是在你中间成为陷阱 他们的祭坛 你们却要拆毁 他们的住相 你们要打碎 他们的亚瑟拉 你们要砍下 你不可敬拜别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他名为祭邪者 恐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他们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 给自己的神献祭的时候 有人叫你 你就吃他的祭物 又恐怕你给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女儿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的时候 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你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你要守除孝节 要照着我吩咐你的 在雅比越内所定的时期吃无孝饼七天 因为你是在雅比越从埃及出来的 凡是投胎的都是我的 你的牲畜中 无论是牛或羊 凡是公的和投生的都是我的 投生的驴 你要用羊带鼠 如果不带鼠 就要打断它的景象 你所有投胎的儿子 你都要带鼠出来 没有人可以空手敬我 你六日要工作 但第七天你要休息 在耕种和收割的时候也要休息 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 你要守七七节 在年底你要过收割节 你所有的男子都要一年三次 去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要把列国从你面前赶出去 扩张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 面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 并没有人贪图你的地 你不可把我祭物的血 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 月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你要把你地里最早生产的出手之物 送到耶和华你的神的殿里 不可用羊羔母的奶去煮羊羔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把这些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着这些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 摩西在那里与耶和华在一起 共四十昼夜 不吃饭也不喝水 他把这约的话写在两块板上 这就是十戒 摩西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脸皮 因为与耶和华谈过话而发光 亚伦和全体以色列人看见了摩西 见他脸上发光 就害怕接近他 摩西叫他们过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中 所有的首领才回到摩西那里去 摩西就与他们谈话 以后全体以色列人都进前来 摩西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上 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和他们说完了话 就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 每逢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谈话的时候 就把帕子接去 直到他出来 他出来了 就把耶和华吩咐他的 对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 见他的脸皮发光 摩西再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 直到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为止 像家那里 number一种脸皮发光 帕子蒙上一个脸皮发光 和华说话为止 是三人脸皮发光 和华说话为止 你们还 going到an 继续的脸皮发光 给你找一切一切 谢谢大家 其他的脸皮发光 和华说话为止 跟我们试换